在日本,香扑运动被尊为国际,相当于乒乓球对于中国体盘的地位一样,香扑运动员在日本的地位很高,不仅名气响亮,同时受人尊敬,日本香扑半成绩分为十个等级,分别是旭之口,旭二段,三段,木下,十两,前头,小节,关鞋,大关及横钢,等级对于香扑运动员来说就是一种荣誉,能够达到横港的运动员更是被全国民众尊敬, 同时香扑运动员各个身家丰厚,在香扑运动中,体重是一个巨大的优势,所以每一个香扑运动员都要学会耕种,一天八个饭是常见现象,动辄三四百几的体重也并不奇怪,不过世界上最胖的香扑运动员却是一位美国选手,曼努尔·亚伯勒,亚伯勒的身高达到2米10,巅峰时期体重超过400公斤,这也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,他的大腿维度接近2米,被誉为大象腿, 这样的身高体重让他在香扑台上无往不利,连续多届拿到美国香扑冠军,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,由于特殊的身材和辉煌的生涯,亚伯勒接到了许多商业活动和广告代言,时常出席一些电视台的节目,加上各大赛事奖金,巅峰今年收入超过千万,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富豪。 值得一提的是,亚伯勒并没有迎娶运动员为妻,而是娶了一个十分娇小的美女,令不少粉丝感到意外。 当记者问妻子和香扑之王亚伯勒结婚生活什么感受时,妻子则是打趣道,每天晚上都在害怕,害怕自己被亚伯勒压死。 令人遗憾的是,因为健康问题,亚伯勒在51岁的时候就离世了,虽然妻子继承了上千万美金的遗产,但他却过得并不幸福,因为没有哪位男士敢追求他,至今保持着单身。